大家好,我是Felly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故事書 叫太大太小都善理在說 那我們現在開始了 太大太小都善理在說 我現在很生氣 他們每次都是這樣說的 當我想排到爸爸的肩膀上面 他會對我說 哎呀,不行啊,你太大了 當我想開媽媽的車的時候 他就會跟我說 不要跳脾了,你太小了 如果我想跟爸爸媽媽一起睡 他們就會跟我說 我太大了 如果我想自己一個在花園裡過夜 自己一個睡 他們又說我太小了 你太大了 當我想吃奶煮睡覺的時候 他們就會跟我說 你太大了 我想拿刀切麵包幫他們 他們又會跟我說 你太小了 爬鼠 他們又會跟我說 你太小了 我坐那兒 坐寶寶吃飯 我又不夠高 我坐寶寶等吃飯 他們又就會跟我說 你太大了 究竟真的怎麼辦 真的 真是 起人 後來 我遇到 朱麗葉 他便跟我說 小龙,你看看,我们刚刚好一样那么高的 和株丽叶的身高一样,不是太大,也不是太小,令我很开心啊 所以我现在一点都不生气了 那今天这本故事就讲完了 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好像里面的小狼那样,爸爸妈妈经常 要是就说你们太大,要是说你们太小,不如你们在留言 一见你们看,大过爸爸妈妈叫你不要做的事 一样爸爸妈妈说你太小,不可以做的事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拜拜!